这件东西 领事很感兴趣 你知不知道它在哪呢 这瑞王府啊 让孙将军给抄了 您哪 得问孙将军去 我问过了 他没见抄着 他没准蒙您哪 这东西值多少钱 咱心里可有数 我出的价也不低 他很后悔没抄着 气得直骂娘呢 他呀 也就是个粗人 他眼睛里只有钱 不知道该抄什么不抄什么 我知道 你懂 所以王爷才让你领东开铺子 拿他府里的东西卖 陆大人 您这可是冤枉我了 这水仙盆啊 瑞王爷是连看队没让我看见过 这铜骨斩呀 这整个的 让李副官端走了 我呀 是一件都没落着啊 那你帮我找来 只要东西兑 只要东西兑 价钱好伤 这依我看呐 这宝贝应该是从王府里啊 流出来了 你什么意思 您哪 你这个店面有个字号 不然啊 这水仙盆啊 到不了咱手里啊 您想吧 谁会相信一个打小股的出了几大价钱呢 好 我就给你支个店面 可是怎么找宝贝 你自个儿想办法 我做股东 你当掌柜 别笑 米斯特帆 还有 每天的收支要一试三份详细记录 我们英国人做事 是很讲规矩的 收服 我怎么见那人很面熟啊 我看着他怎么像福贝了呀 得行厌 不让你有钱的坐不上车 我爹要活着 气死他八回 谁 你要干什么 是我 福贝了呀 你大一天带这么没东西 反正吓一天啊 以为是谁呢 姑啊 上车 我拉你回家 别闹了啊 什么姑姑姑 是您跟我说的呀 您忘了 在瑞芳府门口 您说论辈份您是我姑啊 姑啊 这夜里太黑了 我送你回家 那过去的事啊 就别提了 从今往后 咱们都一样了 您岁数比我大 来 我孝敬您包烟 这车呀 我可坐不起 姑 这烟啊 我谢了 回车场顺道 您就别客气了 上车吧 乘 坐好啊 你 来 来 姑姑啊 我是真扶你啊 什么叫宠辱不惊啊 你就是 这好吃好喝 坏吃坏喝 都一样啊 到了到了 停吧停吧啊 慢点 以后你这墨镜摘了吧 这黑灯瞎火的 你再撞树上 都什么点呢 谁认得你啊 来 拿着 哎 不不不不 不要不要 这不能要 拿着 哎呀 我跟你说 这么多年了 我就没把你当好人看 从今儿开始 你就是个好人了 赶紧回去歇着吧 哎 我进去了 哎 回去吧 谢谢姑姑 哎 这做个好人 也不错呀 阿玛 您放心 我会好好活着 堂堂正正做人 不给您丢脸 王爷 王爷 您生前没少恩惠我 别的我为您做不了什么 但是莲花您放心 我发誓我不一生一世对了 好了 我还有个附近可都听着呢 说到做到 我要是做不到 我这辈子娶不着媳妇 好 李老板 齐爷请你去打牌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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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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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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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二爷在牌桌上请了报社的记者 这人要红啊 必须捧 你唱得再好 你唱得再好也不抵人家一根笔杆子 昨天晚上 你唱我干嘛 我 我 你 你什么呀你 你大男子汉 磨磨叽叽的 你快说 我想去你看电影 你也学会拍姑娘三部曲了 吃饭 看电影 跳舞 不是 我不会跳舞 你不会 我会啊 我来教你 来 看 你 你 诸董 不好 不好 这有什么不好呀 人现在学生都跳舞 时髦 来 我来教你 你看 手交给我 来 这好 这只手呢 扶着我的腰 好 轻点 来 先卖你的左脚 我说我不会吧 好 上上上 来啊 来 往前卖 走 转圈 转 停 转 你转圈 终子 转圈 你没事吧 我去娶你 我去娶你 啥 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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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子 愿意娶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去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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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娶我 天河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但是 我现在不能嫁人 为什么呀 要想成绝 那就不能嫁人 嫁了人就没人惦记 你说 谁会到戏园子去看别人的媳妇唱戏呀 天河 其实 我觉得咱们俩这样相互惦记着 挺好 不好 你非得让那些男人惦记着你 他们才会去听戏呀 你不懂 那洋人们叫着明星志 刘洋行叫年客人 这要是客人不来了 绝就完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 你不懂 说好 我去吊嗓子 那你还来吗 来 当然来 刘洋 生子 中午十二点 公园查社见啊 去那干嘛呀 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拉活去 好 慢点啊 哎 上个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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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怎么才来啊 等半天了 哎 哎 哎 我为你找件衣服 我忙活一上午 哎 哎 我这手都累酸了都 哎 哎 衣服呢 我瞅瞅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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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些像样的衣服啊 全让我给卖了 就从这堆破衣服里 找出一件肠子了 你试试吧 不是了 就是他了 谢谢啊 哎 哎哎 舍子 你穿这长衫干活 太显雅了吧 我是驴呀 我天天干活 得嘞 得嘞啊 这点钱呢 不算什么 您拿着开婚去吧 啊 走吧 哎 哎 就这俩子 我上哪儿开婚去啊 我 安静 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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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他拿烟口 不要 不要 香烟 拜香烟 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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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会儿 这儿呢 我刚才都没改件 哪儿找来的这些衣裳啊 怎么样 这么多 什么样 瞧你那一脑子汗 赶紧把零口解开 散散热 不能解 多掉价啊 专门练得行的 我这几天点正 跑了好几趟香山 今儿早上起来呢 就跑了趟丰台 那先生直接给了我 一块钱大洋了 我就约你到这儿了 咱俩也享受享受 给我 挺贵的茶 你倒了干嘛呀 懂不懂啊 喝茶有不讲究 这第一泡啊叫喜茶 不能喝 尝尝这个 咱们换个大碗吗 喝着不痛啊 你求命 以后赚了钱都得给我 省得你乱花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 以后咱俩就缓了过了 缓了 我以前都不作用 是什么 要吃什么 在你 别人 不意 别人 你们早上去ugar 儿童话 你们要先别ihad 它们真的不要动 卖小包小包的卖 卖烟权呢 小蜜蜂鸿鸟鸥包 呦渐哥 你们家大业大就不给钱了啊 刘野 再家大业大 您抽烟也得给钱 去去去 就这么多啊 一文钱一根烟 加上您拿的那根 我还得再给您两根 来 你这 干什么呢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 想干什么呀 你小子 敢在爷的地盘上撒野 天鹏 刘野是来照顾我生意的 刘野 在这片比不上齐野 但往后还得凭您教议啊 这话中听 这我烟就拿着抽了啊 走 天鹏 他们就是想让我扶个软 没事 你收车了 我约了柱子去看内容 结果他没来 柱子混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 很多事身不由己 你甭怪他 走 好 卖烟卷嘞 卖烟卷嘞 生子拉了几趟远活 他告诉我 说家里有人的事你就分我 我会照应你 好 这谁啊 柱子呀 柱子 你们院里还有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带着她 一块去买表去 齐野 我不太舒服 改天吧 也好 你早点歇着 我回了啊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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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 等会儿我下面了 你们俩都过来吃啊 我吃过了 天鹏 我有话跟你说 我去一趟啊 你跟蓝花儿看电影儿去了 没有 我一直等你 你没来 这事啊 怨我 这齐野突然领来一个剑桥大学的留学生 说是想组个戏班子到英国去演出 这是个好机会 所以 我就跟他多聊了一会儿 你要去英国 八字还没一瓶的事儿呢 竹子 我问你 你跟那个齐二 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那齐野是 出钱出礼捧我 我当然得谢谢人家了 天鹏 你得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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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心里难受 其实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这螃蟹小红 还得忍着烫 这人要小红啊 也得忍着 好 舅爷 嗯 吃饭了 来 又是这个 这些天哪 我的这个胃 被他们弄得是咯哩咯搭的 我再也容不下他们了 来会儿啊 舅爷我那也是个人物啊 想当年咱爷们儿 啊 海参 整鱼整鸡 三大样 一个不能少 陆地牛羊海底线 家长 咱当他拔的轮跟钱那么一过 得了啊 您还没吃呢就撑着了 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赶紧吃窝头 趁热好吃 凉了个牙 说正经的 我问你 你从王府出来 带出什么了没有啊 带了也该拿出来的 该画不画 要烂牙画 有什么好东西 藏着掖着也不行啊 那什么意思啊 我记得你 拿出了一个小包袱 是有个包袱啊 装的就是我那几件破衣裳 我还有好东西 我还不给您啊 我听说那天晚上 那些当兵的在王府里抢 想东西顺东西 后来拿到股安街上去卖 可都值了不少钱 咱能跟当兵的命吗 您忘了 那天晚上从王府 往外带东西的人不都死了吗 您接着走啊 我是觉得你亏 你才是正主了 落到这个地步 这样挺好的 能活着逃出来 比什么都强 我不吃了 我溜的一圈 卖几个烟酒啊 你回来 你看看 这么晚了一个大宫的家子 多不安全啊 我跟你说啊 舅爷我给你 巡礼门差事 不用再抛头露面了 轻轻松松 一月十块 什么差事啊 这么好 这樊四啊 又回了通古斋了 这回他领的是路的人的东 他念着王爷对他有恩 让你去他那儿当个女掌柜 我会做什么呀 我去给人当掌柜的 你不笑话嘛 你在王府的时候 管家那可是出了名的 樊四啊 就是让你管管账 别的 用不着你老沈 谁啊 我 兄子 别抽起 没规矩的爷小子 离得远点 赶紧吃您的饭吧 吃饭我还得洗碗呢 女的 不中流了 打来看看 什么呀 什么什么 不过咱可先说好啊 不许骂我 不许骂我 真好看 喜欢吗 喜欢 谢谢你啊 莲花 你怎么没骂我呀 我又乱花钱了 我就嫁一次人 还不能有件像样的衣服呀 这钱呢 就得花在刀刃上 得嘞 对了 盛总 我跟你说 我舅也给我找了份工 在烦死的铺上记账 明儿个呀 过去看看 你在乎吗 不在乎 瞧你一样 你还不了解我呀 我是那见钱眼开的人吗 穿上试试 穿上试试 我舍不得 新衣服就得穿穿试试嘛 又不然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我嫁你那天在穿 我嫁你那天在穿 樊掌柜 我不会猪蒜 也不会计账 您要说这喜喜涮涮 端个茶倒个水 这会儿我行 说我会算账啊 那是我舅爷 他吹牛呢 这红叶吹牛我知道 可是你在王府里管账 我也知道 在王府里管账啊 就是看看货多少钱 看看数对不对 这不是一回事 端爷 莲花可比你实诚啊 我也实诚啊 这不没犯辙了吗 我才让我外甥女儿 一个女孩子出来干活 这话倒实诚 这样吧 莲花哥哥 我有件大事 托付给你 我老板路德维希呢 给我定了个规矩 每天的账要抄写三份 第二天送给他 你说这洋人烦不烦呀 他也不嫌累 所以人家挣钱不是 我呀 还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人干这活 今儿啊 得 我就定了 莲花 这算钱管账啊 归我来 你就把我的账 每天抄三份 我千万仔细了 就这么简单啊 这可不简单啊 那是一个字都不能错呀 要不然 这陆大人怀疑我黑了他的钱 我也就甭干了 行 樊掌柜 我仔细着干 还有 这嘴一定要言 甭管这店里挣多少钱 那就是打死了都不能说 您放心吧 我保证谁都不说 尤其是 对你这位舅爷 嘿嘿 我就证明上啊 咦 莲花 得子 在这儿呢 你干嘛呢你啊 真没眼力见 莲花格格只管抄账 这都是你的活啊 樊掌柜 您以后啊就叫我莲花 别老格格格格的 账啊我帮您抄好了 一试三份 这得子你也甭说他了 一大清早他就没闲着 这活儿是我从他手里抢过来的 得了下去干活儿吧 好 樊掌柜 小谷柳 掌柜的 那你先聊着我下去了 别别别别 小谷柳啊 从今儿起 莲花姑娘 也是我们通古斋的掌柜的 莲花掌柜的 别见别见 我就是一个伙计 我给您沏茶去啊 哎妈妈妈 一起瞧瞧 您给眨眨眨的眼 坐 哪逃回来的 这人呢 敢不敢收啊 莲花哥哥 我记得这水仙盆 可是瑞王府的物件啊 你也给看看 是真是假 这我哪儿懂啊 王爷也没教过我 我再给您看走眼呢 你是见过真品的 王府里好东西多了去了 这个盆 我倒真没见过 这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我帮着瑞王爷 从福贝的手里拍得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 他横是不会 拿回家摔着玩吧 瞧你这话说的 王爷花钱买的好东西 多了去了 我真不记得 有这么个物件 要不然 你也让我开开眼 这样 是挺好看的 蓝掌柜 听见没 连花都说好看了 我可是看咱们俩 这么多年的交情 第一个上来这儿来了 你得开个家 最多这个数 两千 少点 两千 你穷疯了吧你啊 就你这破盆 是刚仿出来的 我给你二十啊 已经是我照顾你了 挺够的 我仿的艳迷 连老胡贝勒都给蒙过你 等等等 就照您说 二十就二十 说实话了 假的 贱品 瞧见没有 就这个 还是从皇宫里套出来的 我十块钱收的 得 瞧你也不容易 最多 给您加一块 如果这是真的 能值多少钱呀 可了不得 梁花掌柜 真的可就是无价了 无价 什么叫无价呀 无价就是 这无价就是个比方 这不可能有无价的东西 这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价 明白 听这意思 那真的水仙盆在你手里 瞧您这话说的 我要真有这么个好东西 我干嘛还出来干活呀 得 甭管有没有 只要知道这真品的下落 陆大人 马上就能给献钱 成 那我有消息了 我立马通知您 你们先聊着吧 我干活去了 甭子 这是趴活呢 不是我说您今儿这是拉几趟了 嘿 好 一趟都没拉 圈儿熟人 又躲还赖不及呢 不是 这不是带着我精 我自己蒙不了自己肯啊 嘿 这从早到现在 水米没打拿呢 哎哟 腿都软了 梁梁 梁梁 过去拉活了 啊 甭子 那什么 借我几个董子 我喝碗粥去 哎呀 得嘞 还是生子兄弟好 什么时候还 拉着花的还 见着莲花姑姑 替我温身好啊 嘿嘿嘿 走啊 喝重去 上哪儿啊莲花 我拉你 生子 正找你呢 去舅爷家 走嘞 走 小五 帮我看一下车啊 好嘞 来 你跟我来 舅爷 舅爷 来 这什么呀 这就是水仙牌 凡似找我去通股斋 为的就是这个 找他干什么呀 有那么值钱呢 王爷走的时候 单把他交到我手上 让我好好留着 留个念想 那你打算怎么着啊 多少钱我都不卖 我要是想王爷了 我就把他拿出来看看 那你别去樊丝儿那儿干活了行吗 不行 他今儿刚试探我 我就不去了 那他心里反而起疑 我必须得去 但装作什么事都没有 你放心吧 过两天我找个借口 就辞工 那我每天就在刘绿场那边转悠 我看着你 没事 凡似的目的啊 是这个牌 他要是知道我没有 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怕他对你起色心 我有那么好看吗 当然有了 再好看我也是你媳妇 你安心了吧 这玩意到底有那么值钱吗 这摘花都嫌浅了呀 不懂 以我看 不像在他手上 要么咱们重新做个剧 你今天把盆晾出来的时候 他先是一惊 后来 用面如长色 放个瞎琢磨了 你肯定是看遭眼了 一个小丫头片子 禁得住什么局 肯定不在他手上 你别打岔 他惊得是看见了这个盆 可是他不惊 又是为了什么呢 人家家自己的东西 人家看一眼就知道是真假 这瑞王爷出事到现在 这水仙盆愣是一点影都没有啊 凭我小谷留的经验 要么就是有人把他打碎了 没了 要么就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不打算让他陷试了 不行 这水仙盆啊 必须得有 他要是没了 这通古寨也就没了 我没法啊 跟陆大人交差啊 你可不能没啊 我这还指着你卖东西呢 这能一门心思藏盆的人 肯定是王爷的至亲 哎 这莲花可不就是吗 今儿啊 他看盆这么镇定 我看 他不仅知道这盆是假的 而且还知道真的在哪儿 依你这么说 咱们顺着点莲花 顺能摸瓜 你还真甭说 这大户人家出来的 那气质 那气度 就是不一样 凡色 你是不是起了色心了 你是不是打算 连人带盆一块儿娶你们家去 也不赖啊 挺好的 人家莲花 多漂亮一个姑娘了 我要是两样都能得到 那可真是太美了 你可是买那人 别把自己搭进去了 这为女人鸡飞蛋打的事 我见多了 哎呀 我这年龄一老大不小的了 干她一票 连媳妇带宝贝都得的事 值 爱妈 这水仙盆 您先帮我看着 她 等外头清静了 再来接她 老爷 您放心 我跟莲花一块儿看着她 肯定丢不了 盛子 嘴得言啊 这事谁都不能说 好行 好行 莲花 莲花 这点活的 让得子他们去干 你只管抄账 账我抄好了 得子呀都穿过场去了 嘿 这小子啊 刚刚教她几招 她就憋不住了啊 比我做老板的还要着急啊 莲花 你坐下 我跟你说到说到 咱们古弯行这点事 您是个掌柜的 我就是一伙计 你说七个茶倒个手我还行 这古弯行呀 门道太多了太悬 我不悬 你慢慢的听我说 你既然练好了啊 可以帮我搭把手 这看瓷器啊 要六看 得了 您甭六看了 我一看我都记不住 我给您提壶茶去 别别别别 你过来瞧瞧 你瞧 这莲花水碗呢 是青瓷的 不过是假的 仿的还成 我一百块收的 你瞧瞧 这么漂亮 干嘛还分什么真假呀 你要喜欢 你就留着用 你看你的手 比五代蜜茨都金贵呀 陈掌柜 谢谢您的好意 这东西啊太金贵了 我用不了 您自个儿留着吧 就你手剑 得子 哎 帮我这儿怎么样 你从事了吗 去把红妻给我叫来 她欠我的钱 也该算算了 好嘞 哎 哎 莲花 你说这男人 你这么懒啊 这衣服臭了 都不知道洗 他们就跟小孩一样 咱们照顾她 那感情 他们娶媳妇 就是为了找一个 不要情的老妈的 哎哎哎哎 哎哎 你俩说什么呢 说啊 你估计好 娶了莲花这么好的媳妇 来洗 哎呀 别了 别占手了 我衣服比你的手脏 我愿意给你洗 哎 看你们俩好的 山子 什么时候取莲花啊 不告诉我 多谢 就咱俩这情份 我啊 一定送分大礼 啊 我也给你送分大礼 哎 哎 够哥们儿 有多少我听听 可多呢 寂寞如花开 没人来财产 苦苦守候 却不见他来 无语的对白 孤单一片海 海的中间是我飘的船 你是我的港口 想要停靠却靠不了爱 黄风总是吹乱我的海 不管经过多少风浪 现在到达了地岸 却发现已经拨了别的船 你是我的港口 想要停靠却靠不留 找不到干啊 涵 找不到干湾 不再是我停泊的爱